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所以我们英文标题是茶醉 因为becoming其实就变得 变得茶醉就是茶醉 那我们的中文标题是喝茶也会醉 还打个问号 因为我想很多人会觉得喝茶也会醉 那有这种事 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新知 对我来讲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 不很有趣 那因为是平常结构 我们赶快看看他给我们的句子 好 我们看A这个句子 他说several factors can cause one to become tea drunk 这显然是个主题句 有几个因素可以使得cause某人变得茶醉 所以我们要注意它是个主题句 他要谈的是several factors 所以他后面应该会跟一些factors 他会解释一下 因为他接下来就是要告诉你有哪些因素了 好 我们看B选项 他说the symptoms of tea drunkenness can 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 所以各位注意can 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 或者某件事情varies from person to person 就是会因人而异的意思 各位把这整个语块背起来 这个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 然后前面这个句子的主词 他说the symptoms of tea drunkenness 所以茶醉这是名词tea drunkenness 它的症状会因人而异 这个听起来感觉上也是个主题句 所以他后面应该接的就是如何的因人而异 或者是茶醉的症状有哪些 OK 我们再看C这个句子 他说these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caffeine theanine and catechins 好 所以these include these显然是他前面讲的某些东西 就这些东西包括 那这里也是有很棒的语块 各位可以学起来 就是include 逗点 but are not limited to 逗点 就是它包括但是不仅止于什么什么 就强调说有这些但是还有别的 我只是没讲而已 各位把它记起来 主词 include 逗点 but are not limited to 什么什么 好 所以这些包括但是不限于什么呢 caffeine就是咖啡因 theanine就是茶氨酸 这个我有听过人念theanine 可是好像大部分人都是念theanine 那另外呢后面的catechins这个是儿茶素 这个很有趣 我记得我看那个wikipedia 它上面有一个音标 它是标catechin 可是我听人家念 我去看这个youtube上面人家念 大家好像都是念catechin 不是chin是king 所以我们就照大家的念法 catechin是儿茶素 好 所以这个也蛮重要的线索 就是它前面一定讲到 应该是化学物质的 然后呢这些化学物质包括 但是不限于咖啡因 茶氨酸 还有儿茶素 好 我们来看第四个句子 它说 conversely overconsumption can lead to negative symptoms like headaches nausea or feeling dittery conversely conversely就是相反的 然后呢 overconsumption 饮用过量 can可以 lead to 导致negative 负面的symptoms 症状 所以各位可以注意这两个线索 conversely 会有negative的症状 换句话说 它前面讲的应该是正面的 正面的症状讲完之后 它才有可能说 相反的 喝太多会有一些负面的症状 所以负面对前面的正面 中间用conversely来转 所以我们等一下看到 如果前面有讲一些 关于喝茶比较正面的事情的话 那个后面大概就是这一句了 所以会有一些负面的症状 包括什么呢 headaches 会头痛 nausea 是恶心 想吐 那或者是feeling jittery jittery是紧张不安 或者紧张焦虑 having or feeling nervous unease 或者就是nervous 或者是anxious 都是jittery的意思 好 那看完之后 我们赶快来看我们的文章 我们的文章一开始 第一句 它说 the phenomenon of being tea drunk the phenomenon of being tea drunk is a unique experience often associated with this popular beverage especially when consuming brews that are particularly high quality or strong so the phenomenon of就是什么什么的现象 being tea drunk 就是茶醉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一种unique experience 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 that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be associated with 就是和什么相关 所以茶醉这种独特的经验呢 通常和什么相关呢 它是和this popular beverage 就是茶 popular受欢迎的 很多人喜欢的 beverage就是饮料 所以茶醉是一种 跟茶很受欢迎的饮料 相关的一种独特的经验 然后后面 especially when 尤其是当怎么样 consuming 就是喝下 consume可以是eat 或者drink的意思 所以这里当然是喝茶嘛 尤其是当你喝下什么茶呢 brews brew就是泡出来的茶 或者是我们讲一泡茶 所以尤其是你喝出来 所泡出来的那个茶是怎么样 that are particularly 特别的high quality 你喝的茶品质高 高品质的茶 它可能那些 这各种化合物的含量也高 所以特别的品质高的茶 或者是strong 就是很浓的茶 所以我们讲茶很浓 那个浓是strong的意思 就是它的效果很强的意思 好我们看下一句 他说 unlike being drunk on alcohol the effects of tea drunkenness stem from various compounds found in tea leaves 所以呢 跟being drunk being drunk 就是喝醉酒 on alcohol 就是因为喝酒而喝醉 所以on在这里指的是cause 指的是原因 c-a-u-s-e 所以和喝酒喝醉 不同的是 叫做unlike being drunk on alcohol 所以跟喝酒喝醉酒不同的是 the effects of tea drunkenness 就是茶醉的效应 effects 它所产生的效果或效应 stem from 是源自于 stem from 很重要的片语 stem就是to be derived from d-e-r-i-v-e-d 那各位 stem from又比be derived from 因为stem from是主动 stem from 那另外一个主动的同义词 你可以说to originate from O-R-I-G-I-N-A-T-E to originate from 所以呢 我一直强调 各位学阅读 我们在读英文文章的时候 不要光读 觉得啊我懂了就好了 当然这很重要 要读懂 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要去注意 人家怎么写的 你要一边读一边学 你不要光懂 stem from 你要知道 哦原来这个字 它可以表示源自于 什么什么的意思 最好就是把这个句子背起来 你句子背的越多 你的英文会越流利 讲出来英文会越漂亮 所以呢 这个茶醉的效应 是来自于 various compounds 不同的 compounds 就是化合物 that are found in tea leaves Tea leaves 就是茶叶 可以在茶叶里面找到的 或茶叶里面含有的 不同的化合物 它会导致茶醉的这个效应 然后呢 后面一个空格 第一题空格出现了 那在空格之前 它在谈什么 它谈的是 various compounds found in tea leaves 在茶叶里面找到的 不同的化合物 那我们刚刚是不是 有找到一句话 里面有好多化合物 我们刚刚abcd c这个句子 里面有茶氨酸 有儿茶素 有咖啡因 考试的时候 你如果不认识 这个茶氨酸 不认识儿茶素 没有关系 你只要知道 它是一种 看起来像是物质就好了 它跟caffeine 是同一类的东西 caffeine 大概比较容易认得咖啡因 所以 第一题就放c进去 不就很好了吗 对啊 因为前面说 茶叶里面找到的化合物 或茶叶里面含有的化合物 那下一句说 这些化合物包括 但是不限于 咖啡因 茶氨酸 茶氨酸 耳茶素 然后再下一句说 these substances 这些物质 就是指 咖啡因 茶氨酸 耳茶素 等等的 所以第一题 放c这个句子 非常完美 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这些物质 these substances can have a synergistic effect on the brain resulting in a state of euphoria relaxation or heightened sensory awareness 所以呢 这些物质 它可以有一个 synergistic 就是有协同作用 有真效作用的 所以 a synergistic effect on the brain 就是 这些物质 对于大脑呢 有一个协同的效应 就大家加起来 就会有这么一个 协同的效应 那这个效应会怎么样 resulting in 它会造成 会产生 a state of 它的结果 就是有一种状态 a state of 什么状态呢 这个状态 包括三个东西 一个是 euphoria euphoria 我们在这个杂志上 把它翻成亢奋 差不多 那其实 euphoria本来指的是狂喜 那也是一种亢奋 尤其是通常是 短暂的狂喜 所以 euphoria 这个是很好 听起来就很美 它是 a feeling of great happiness or well-being 就是很快乐 很幸福的感觉 a feeling of great happiness or well-being 或者是 a feeling of great elation elation也是很快乐 很得意那种感觉 elation E-L-A-T-I-O-N 像这个字你可能不认得 可是这种字不是很好记吗 你把声音记起来就记起来了 elation 好像把你往上拉那种感觉 好 所以你会有那种亢奋的状态 然后呢 会有relaxation 会有放松的状态 还有呢 另外一个状态是 heightened sensory awareness heightened 就是提高的 增强的 sensory是感官的 awareness是知觉或者意识 所以你的感官知觉会提高 就是你对于周遭的一些感受 会特别的加强 那你可能就会注意到一些 以前不觉得 但现在越看越美的东西 所以茶喝多的 转过头一看你的老婆 或者看你的老公 突然接着 以前什么没有觉得 我老婆这么漂亮 我老公这么帅 那叫做 heightened sensory awareness 当然这例子有点开玩笑了 我基本上意思是一样 就是你的感官的意识 跟知觉会提高 好第二段 开头就是一个句子的 那后面呢 他讲的是 one of the most obvious is 什么什么 那我们看到一个段落的开头 常常是主题句 或者是他要带入主题句 那我们看到第二个句子 跟这个第二段 跟开头第一句 接下来的这个句子 是说one of the most obvious is 就是其中最明显的是什么呢 是the caffeine 这个咖啡因 present in tea present就存在 所以存在茶里面的咖啡因 所以他显然就 举的第一个例子 就是咖啡因 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线索 第一个句子 就第二段的第一个句子 也就是第二题 它是个主题句 然后主题句讲的东西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 就是咖啡因 那这应该是什么呢 我们刚讲有两个句子 感觉起来是主题句 就是a跟b两个句子 好那a是说 造成茶醉的因素有几个 第二个b这个句子是说 茶醉的症状因人而异 如果是讲症状的话 他接下来不会说 是茶里面的咖啡因 因为茶里面的咖啡因 caffeine present in tea 不是症状 不是symptoms 所以b这个句子不对的 那a对不对呢 a很可能就正确答案 我们放进去试一下 a就第二段一开头 他说可能会导致茶醉的因素有几个 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咖啡因 很顺啊 所以第二题我们选a 好然后呢 接下来他继续解释咖啡因 他说it就是指咖啡因 it acts as a stimulant that increases alertness and cognitive function 所以咖啡因 acts as 就是有什么什么的作用 中文里面其实是常常用是来表达 所以它是一种 或者它有这个什么的作用呢 一种stimulant 一个刺激物的作用 它是一种刺激物 这个刺激物怎么样 that increases 它会增加alertness 增加你的警觉 或者警醒 叫做alertness 事实上它也可以用来指清醒 但是是很清醒的状态 叫做alertness 所以它可以增加你的清醒 增加你的警醒的程度 也会增加你的cognitive function cognitive function 就是认知功能 cognitive就是认知方面的 function是功能 好我们再看下一句 他说 unlike coffee however tea also contains l-theanine an amino acid that promotes relaxation without causing drowsiness unlike coffee 跟咖啡不同的是 茶 它也contains 也包含了l-theanine l-theanine 这个l是left的意思 所以这个l-theanine 叫做左旋 茶氨酸 我们刚刚讲 茶氨酸就是theanine 那其实l-theanine 就常常简称为theanine 所以左旋 茶氨酸 其实常常 大家很 就通常就称它为 茶氨酸 所以总之 茶它也含有 这个左旋 茶氨酸 然后面呢 这个字大概很多人都不认得 母语人士大概也不认得 所以呢 它同位语解释一下 which is 省略掉 它是一种amino acid amino acid 就是氨基酸 大家把它学起来 amino acid 所以中文 我觉得有这个好处 就是茶氨酸 氨基酸 你一看就知道 是一种酸 是一种化学物质 可是如果英文 你光看这个theanine 光看这个amino acid 当然acid是酸 它给你的线索 就比较少 不过anyway 这几个名词 大家有兴趣的 可以学起来 所以这个左旋 茶氨酸 是一种氨基酸 这种氨基酸 that可以怎么样 promose relaxation 它会增加你放松的感觉 without causing drowsiness 而不会让你昏昏 就是昏昏欲睡 drowsiness就是昏昏欲睡 heavy with sleepiness 好 我们看下一句 他说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wo substances can lead to a serene form of alertness 好 combination就是结合 这两种substances 这两种物质的结合 好 这两种物质 就是咖啡因 跟左旋 茶氨酸的结合 它可以产生 或者导致 can lead to a serene form of alertness alertness 就我们刚刚讲 警醒 但是呢 它是一种 怎么样 serene 一种很平静的警醒 所以你很清醒 但是有的人 清醒的时候 可能很亢奋 或者是 警醒的时候 很亢奋 但它 不是 它这种是 很serene 很平静的 calm and peaceful serene的 这样的一种 警醒 好 下一句 他说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刚刚提到一个 他说 茶呢 它含有 catechins 含有这个 儿茶素 那这个是一种怎么样 antioxidants 就是抗氧化剂 它是这种 抗氧化剂 那这种抗氧化剂 可以怎么样呢 that can help 它可以有助于 create 创造一种 overall feeling 整体的 overall feeling 整体的一种 什么感觉呢 well being 就是幸福感 所以well being 就是the state of being healthy happy or prosperous 你感到很幸福 很健康 日子过得很好 那种感觉 所以它会让 它会让你感觉很好 就对了 很幸福 它怎么样 让你感觉很幸福呢 by reducing 因为它可以降低 你的体内的发炎 有的时候 我们体内有些发炎 我们自己不知道 同时它可以降低 oxidative stress 就是氧化压力 身体的氧化压力 那什么叫氧化压力呢 它是指当我们的自由基 跟抗氧化物之间的 不平衡的状态 尤其是自由基过剩的情况之下 抗氧化物被过度耗损的 这样的一个失衡的状态 所以它可以检讨 总是是不好的东西 它降低这个 就可以让你觉得很幸福 好 我们再看下一段 第三段 第三段开头又是一个句子的 那这个句子可能 就是我们刚刚留下来的 那个主题句 没有用到的 我们看看是不是 我们把B放进去 说这个 The symptoms of teased drunkenness can vary from person to person 这个查罪的这个症状 因人而异 那我们放进去 看合不合下一句 我们如果第一句说 查罪的症状 因人而异呢 下面一句它说 These generally include a sense of calm mental clarity and a mild feeling of euphoria 这个是它的症状 所以第三个题目 我们填B这个句子 应该没有问题 所以查罪的症状 或者征兆 征后 因人而异 那These就是查罪的symptoms The symptoms of teased drunkenness Generally 一般包括什么 你可能会 a sense of calm 你会有那种平静感 然后呢 会有mental clarity Clarity就是清醒 所以清楚 所以mental clarity 就是思绪清楚 心里面很清楚 头脑清醒了 Clarity就是清楚 它有一个同意词很棒 大家也是一样 先抄起来 认识一下 背得起来就背 背不起来 先认识它 先写一遍 Lucidity L-U-C-I-D-I-T-Y 这个地方 Clarity的同意词 所以你会感到平静 感到心里很清楚 同时会有一个 a mild feeling of 一个轻微的什么感觉呢 Euphoria的感觉 有轻微亢奋的感觉 好 我们看下一句 它说 Some people may also experience a lightheadedness giddiness or a heightened appreciation for the flavors and aromas of the tea they are drinking 所以因人而异 所以有些人 除了这个有平静感 这个思绪清楚 有轻微的亢奋感之外 有些人可能也会 experience 会感受到 会惊艳到 一种怎么样 lightheadedness lightheadedness 就是轻飘飘的 头轻轻的 其实就有点昏昏的感觉 甚至于有一点 神志不清的感觉 叫lightheadedness giddiness 基本上就是头晕 它跟lightheadedness很像 但是giddiness 比较强调的是 那种头好像会转 那种感觉 头晕 dizzy的意思 dizziness 它跟giddiness比较接近 lightheadedness 它有时候是指神志不清 但它也可以指 那种轻飘飘的感觉 也是有那种头昏的感觉 或者是有一个 heightened 一种被提升的appreciation 感受力 或者欣赏 欣赏什么呢 他们正在喝的那个茶 the tea they are drinking 它的flavor 它的风味 它的口味 还有香味 所以他们可能 茶醉的时候会觉得 这个茶特别的好 特别的香 那种感觉 好 那第四个题目出来 第四个题目 前面讲的是这些 这个各种各样的症状 对不对 可是我们再看第四个空文 后面 他说 说什么呢 all these are signs 所以他就结束了 that one should reduce their tea intake 这些都是一些征兆 这个征兆告诉你说 你应该要reduce 要降低他们的 或者你的这个 tea intake 就是茶的摄取 intake 就是摄取 或者摄取量 好 所以第四个题目呢 其实我们只剩一个句子 放进去看合不合 很合 因为第一这个句子 conversely 相反的 会有一些负面的症状 前面这个 所以你想嘛 前面这些症状好像都不错 幸福感 所以让你更欣赏你所喝的茶 头会有点微晕 都不错 所以第四个空文 告诉你说 相反的 茶喝太多 会有一些负面的症状 例如说你会头痛 恶心 觉得紧张不安 所以第四题解决了 好 我们看看这文章最后一段 我们很快看一下 他说 So it is essential to understand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beneficial and adverse effects of tea 所以 it is essential to 就这很重要 very important 你要了解 the balance between a and b 就a跟 b之间的平衡 a是什么呢 是the beneficial effects 有利的 有益的一些效果 效应 beneficial 那相对的是 adverse 就是harmful 或者是unfavorable 所以你要了解 茶有益 或者是好的 跟不好的效应 之间的平衡 你要了解这一点 好 然后呢 下面 他说 Becoming tea drunk shows the potency of the natural compounds in tea and their impact on human physiology 所以茶最显示的是 potency 就是强力的效能 它的强大的能力 叫做potency 什么东西的强大能力的 the natural compounds in tea 茶里面所含有的 自然的化合物 所以茶最就告诉你说 茶里面含有的自然物 他们效用 效力很强的 这是了解 shows的第一件事情 他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 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情是 their impact on human physiology 就是茶里面所含有的这些化合物 对于人类的生理 所产生的影响 叫做their impact on human physiology physiology就是生理 我不看最后一句 他说 Moreover it highlights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what we consume and how it influences us both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highlights 就是凸显 强调 emphasize to make prominent p-r-o-m-i-n-e-n-t to make prominent 就让它很显著 或强调 highlights 所以这个茶最强调 凸显了什么呢 the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a and b 就是a跟b之间 那个复杂的关系 好a是什么呢 what we consume 我们吃下去 所喝下 或者是喝下去的东西 这是a 它跟什么的关系呢 b是how it influences us both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我们所吃下去的东西 这个it就是what we consume 它是如何的影响我们 在心理方面影响我们 还有在身体方面影响我们 因为它会改变我们的心理状态 那当然也会改变我们的 这个身体的状态 所以how it influences us both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好 那这篇文章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为止 非常有趣 希望各位也觉得 啊 学到新的东西了 好 那我们谢谢各位的收听 下回再会 拜拜 拜拜 by bwd6